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有可能延到10号了吗 那么因为今天下午4点钟 马前总统就搭高铁进到北京了 这个时间点传出来可能延后 但问题是到目前还没有正确正式被确认的消息 低调保密到家 被说目前到了北京之后 将会首先见的是大陆副国级的领导人 北京市委书记颖利 那消息媒体的报道了 消息人士透露 可能会改到10号在华府登场 跟美日峰会要撞旗 但根据自由时报的报道说改4月10号登场 不过当然有其他媒体 只是其中一个是自由时报的报道 消息人士回应得很强硬 他说这种原本8号的说法 就不是马办曾经证实过或讲的消息 是媒体写的 现在又变成10号 他说要跟什么美日峰会扯在一起 实在离谱是揣测瞎编 无法置评 那到底要不要见面会不会见面 见面是一个谜 我们也不知道 那消息人士一向的说法就是说 克随主辩 如果能够跟老朋友见面 那也很好 但同时在中国大陆的部分 就传出来说 萧美琴上次不是到美国去 在述职之前到美国去 就走了一趟之外 也访问了欧洲吗 结果竟然传出来 他在访欧洲捷克的期间被跟奸 那这是来自于捷克媒体报道说 萧美琴三月访问期间 大陆五官尾随车队 还闯红灯 差点引发车祸 这个这么严重 捷克的外长还招见了中国的驻捷克大使 考虑把这位武官列为不受欢迎人物 要将其驱逐出境 那目前外交部表示 已经指示我国的驻捷克代表处 向劫方查证 劫方表示还在厘清当中 这个报道就写出来了 那其实捷克方面并没有正式的 证实这个消息 媒体报道之后 我们的这个国内很多媒体 就大肆的有转述的报道了 那么包括了针对 这个是来自于国安局的新闻稿 特别强调 针对执行为安的对象出访安全 这个勤务啊 都能够确保 为安对象的安全 这个是一直在落实的 表示他很重视 那王定宇就跳出来说 大国做出了吃汗跟烧的行径 除了丢脸之外 什么都没有得到 那么对于中国来说 真的是偷鸡不着18米 说是吃汗的行径 不像房东房客可以租金谈好 但问题是这个消息有被证实吗 但我们的立委已经开始抨击 这种人身攻击的攻击方法 但美台交流进展又如何 台美贸易创意 美国公开了两个阶段的谈判内容 美方公布的内容包括了有 农业 环境 劳动 三个章节的谈判目标 那么其中呢 经贸办特别强调是 有助于我国在环境劳动法规 衔接国际高标准贸易等等的 提升农业出口供应链 但是看到了难道不是输美国的贸易 就美国到台湾来要输出的贸易的产品 是不是农产品的规格会要求 不要那么严谨的把关 还是更放宽等等 这个我们当然不知道 是不是有更多美方对我们的要求呢 而还有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司令要缴结了 我们也成为我方中华民国的将领 也被获邀参加 那点名要去参加的 包括了我国海军司令唐华 强调全球的重要伙伴派员都要出席 这个是伙伴盟友 除了菲律宾 日本 台湾 都是他重要的第一岛链关心的焦点 好吧 那这个礼拜还有几个重要的大事 美日飞就要举行两大峰会了 那么这个峰会演给谁看 当然是要抗中来做表现 据议题聚焦在台海和平稳定安全保障合作 AI半导体产品列以及南海联合巡演 其中美日澳飞的南海军演 今天就要开始 那同时解放军也在进行海空战巡 两个比对下来 包括了菲律宾南海专属经济区 这个凸显四国军队要联合的行动力 那么在中国大陆的方面 则是宣布进行军事战斗巡演 强调一切只要搅局南海制造热点的军事活动 都在掌握当中 那么甚至美日澳飞这个联合军演之前 有个敏感的事件发生了 菲律宾方面指控中国大陆有 假装要喷高压水素去恐吓渔民的情况 看看画面上就可以看到 这一艘渔船就在这个海域里面行驶 被认为侵犯了海域吗 那就有中国的海警 菲律宾的形容词是说 假装要喷射高压水素 记得马上是有一艘运捕船 高压水素喷下去之后 几乎快要解体 造成了严重的损伤 恐吓要威胁非国渔民离开 那显然在这个海域里还很不平静 接下来还各自有各种的演习要进行 在南海争议部分 印度则是力挺菲律宾要抗中 希望北京遵守国际秩序 这个是印度前执政党 全国秘书长他的谈话 他说新德里希望告诉北京 要遵守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 显然在拜习通话之后 有所谓的理解 那也有官员在访问当中 但显然这种抗争 对抗在军事上面 区域上面的句子 仍然没有停过 亮哥首先这个马席会 到底什么时候登场 现在成为一个谜 我认为还是会见面 可是是哪一天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我会这样判断 因为马英九去大陆第一天 宋涛就跟他见面 上次是第四天 表明这一次就是国台办邀请的 而且马英九做事情是很谨慎的人 他如果不能够进北京他干嘛 他如果不能够见习近平他进北京干嘛 你又不是逛光客 逛胡同吗 对不对 然后外面已经揣舵成这个样子 你如果真的见不到 那对两岸是好事吗 我认为大陆也会思考 我不敢说见面一定得分 可是没见面百分之百扣分 对 而且你去想想那个后遗症 以后谁还敢去大陆 谁还敢去北京 这个被人家传成这样 然后后来没见到 这个影响太大了 所以我认为 不管是马英九或者大陆 他们都不会这样 就是不会这样让事情发生变数 所以我认为还是会见 那只是说 也许因为四上四月八号 本来就是外传了 对 而萧续成就是不能讲 这种事情 我昨天刚好跟罗志强同台 我说马何欣你回答一下 那马何欣他也说我不知道 所以你这个怎么能问我 这里面还有一个马团队 可是这种事情我是觉得就是 我认为还是会见面 因为这个铺牌 两岸做事情的铺牌 我认为马英九 如果有上次的马习会 在新加坡那个难度更高 他都可以铺牌出来了 这个纯粹是属于大陆内部 我认为不至于会发生意外 应该还是会见面 至于这个自由时报去扯说 跟这个美日峰会的关系 也难怪萧续成会很生气 大陆怎么可能把马习会当作国际事件 他就把他当作两岸事件 我坦白说 如果他要对日美峰会要来对冲 那大陆应该接见俄罗斯代表 是不是 就是你如果要搞国际博弈 所以自由时报这个叫做 毫无国际政治的水平 你怎么会做这样的挂钩呢 你就是要抹黑马英九而已 不然你是要干嘛 就看说你这个媒体就是有问题 水准之低 事实上真的要跟美日对抗的 就是中俄 摆明了 中俄还联手演习 在日本海域绕了一圈 还跑去拜登海峡 这个大家都记得这个事 所以如果真的要对抗就是中俄 怎么可能是马英九 拿马英九因为卸任的 这太扯了吧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 看出这个绿营有一些人 可是我觉得还好就是邱戴三 赖清德跟蔡英文还是有稳住 官方没有谈话 对 他们对马席二会 基本上还是觉得 这也不一定不好 让氛围好一点 降低敌意 避免赖清德一上台就陷入极大的对峙 国家重建 这个有什么不好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他们对马席二会还是谨慎 我是说民进党的高层 至于有些立委要去做评论 那也没办法 他言论自由 可是我是觉得最重要还是 马英九真的见的话 看习近平怎么说 那接下来看民进党如何回应 然后国民党如何回应 这个才是重点 因为他又没有党职没有公职 民间身份 对不对 所以他顶多就是一个丢球的人 一个讯号 丢球出来 然后让有权力的人去打球 对不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至于这个美日飞 事实上四月是菲律宾月 因为第三个礼拜还有更大的演习 就那个肩并肩 对 那个是很大的演习 那接下来还有AUKUS 也在谈要把日本拉进来当技术伙伴 那甚至菲律宾也在争取加入AUKUS 所以整个月 大概从现在开始一路到月底 大概都是菲律宾的新闻 这个跑不掉 所以静观其变 大概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 大概大陆也知道 就是谁是真的很用力 在做这个事 那当然最用力的就是美国 那也不要高估日本用力到什么程度 因为接下来也有中日韩峰会 那他们也会谈他们地缘政治的问题 主教授怎么看 因为无论如何 马锡如果再见面的话 一般外界解读都会认为 至少让两岸兵凶占为这种氛围降温 现在这个情况当然还不是很明朗 到底是用什么形态见面 然后现在我也认为 大概会见面 但是用什么形态见面 其实还有很多的揣测 其实马锡惠这个问题 我想它就等于像是一个放假的概念 就是说两岸在民进党的执政时期 这么紧张 那么马英九去访问大陆 等于就是双方可以创造一个非常短暂的一个非常缓和的一个气氛 能够通过这样子一个短暂的缓和的气氛 能够带来什么样的成果 我觉得当然也要看双方后续怎么互动 不过我呼应刚才亮哥所讲的 就是说大陆怎么去应对所谓的美日的峰会 美日非的峰会 其实它已经采取行动了 那么就是第一个就是这个印尼的总统当选人 他已经去了大陆访问 那大家不要小看他是一个印尼的总统 大家可能比较没有特别的感觉 印尼是东协的老大哥 那东协其实是很讲究所谓东协的团结性 那你现在菲律宾跟美国走得这么近 那到底东协其他国家怎么去看 你为了一个南海的问题 让这个东协 让这个整个东南亚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如果搞得非常紧张 这可能不是其他东协国家所乐意见到的 毕竟东协还有其他国家 它不是南海深所国 它跟中国大陆也有很多的贸易的依存关系 所以在这个Probovo去访问中国大陆之后 接着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Probovo就访问了马来西亚 那他访问马来西亚 当然因为这两个国家 其实在最近一波 新加坡的东南亚研究所的那个调查里头 这两个国家是东南亚现在是最亲中的两个国家 因为过去我们知道就是说 主要比较亲中的是像柬埔寨 像这个老挝 就辽国 结果现在是这两个国家的精英 表态是在美中之间选边 他们要选中国大陆 都七十几 对所以说这个他们这两个 就是印尼总统当选人 他结束了访问北京之后到马来西亚 我觉得这是有高度意义的 因为他们其实在东协的分量 比这个菲律宾还要大 那第二个是什么 越南外长裴青山 最近也访问中国大陆 那么这个事情 其实因为越南也是南海深所国 那越南过去有一段时间 跟菲律宾有点紧张 然后也有点合作 但是裴青山这个时候访问 还特别提到的就是要签订 这个所谓的南海行为准则 因为这个在南海行为准则讨论里头 唯一反对的东协国家是菲律宾 所以说这里头其实 你看中国大陆的牌 他就是说他用东协来制衡 所谓美非日的合作 因为东协强调是什么 东协中心性 东协要在整个区域架构里头 不管是安全的境界 它要居于中心 所以包括R-SIF 都是以东协加紧去延伸的 那么他现在用东协这张牌 来告诉菲律宾跟美国说 你这样子的做法 可能不见得其他国家都会接受 或其他国家都会欢迎 我觉得我这才是他的一个反思的作为 将军怎么看接下来的很多演习 或者是萧美琴大使 当时当然是准副总统的身份 说到布拉格去访问被跟监 对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个每年的四月份是南海演习月 所以四月八号到四月十九号 是美菲兼并我们讲到美菲的雷艇对抗演习 雷艇对抗演习重在制空拳 所以美国在日本的三则的空军基地 还包括美国在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 它的飞机会飞到 我们讲到在吕宋岛的巴塞空军机场 巴塞空军机场已经整修完毕了 因为原来的时候 我们叫克拉克的空军基地 已经因为火山爆发的关系 现在已经整修完毕 巴塞空军机地也整修完毕了 这次就是纯粹的就是制空拳 美国派的F22也派了13栋 美国还派了雷艇战机 就是A10的雷艇战机 菲律宾空军比较弱 菲律宾就FA5栋的 韩国卖给菲律宾的黑鹰战机 那就是这样的 这一个雷艇对抗 就是整个骑程是10天 雷艇对抗完毕之后 紧觉得4月22号到5月8号 就是尖兵尖演习了 尖兵尖演习 重在夺岛跟反夺岛 还有反潜的演练 是这个样子 这个兵力在去年来看 兵力规模蛮大的 今年的兵力会超过去年 我判断 因为南海的目前的状况 是不是比较 中国跟菲律宾来感 是比较紧张一些 那我们可以看 整个4月份 几乎排满 从4月8号一直到5月 这个5月 整个都是在南海的演习 那中共可能会 我认为中共会有三个动作 第一个 它海上的这个 我们讲的电子侦察舰会出动 空中的运8跟运9的 电子侦察机跟电子对抗机 它会主动来侦察 来接收这些相关的演习的频谱 那第三个 中共的可能会在南海的地方 靠近西沙 西沙群岛或者是靠近 这个我们讲的海南 海南那个地方 会有火力演习 一般来讲4月 中共也会在那个地方 划设它的火力演习区 所以我认为中共 这三份的动作 海中的 海上的这个动态 空中的动态 也包括火力演习的动态 都会在那边 也会 那当然他们距离是蛮远的 但是有点点 也是彼此这种 这种校正的意味 另外刚才有讲到的就是 这个萧美琴在捷克 捷克我又认为 他说五官不见得要 要去跟踪 不要 五官有五官的情报交换网 中国大陆住在捷克的 捷克有很多国家住在五官 他都有这个情报 那个萧美琴要到哪一点 不要跟踪回报 定点回报就可以了 你定点回报 他马上就告诉你 哪个地点 你那个其他的五官 他会有的 他这样子 大家平时交换 就掌握了 那你不要跟了 你就在那个地点 就在那个地方等到他 在那个饭店等到他 在那个旅馆等到他 就行了一一代劳 守株待兔 非常简单 是这个样子 那他的情报交换 其实到哪里去了 而且他那个地方 包括俄罗斯 包括其他的伊朗国家 在捷克都有五官 派在那边 这个加金救手 事半功倍的事情 很容易就做了 那现在我最后谈到 就是唐华这一次到美国去 到美国去 我认为要 是不是要向美国 适当地提出来这个 今年是2024年的 环太平洋军演 在今年8月 我们是不是派一个观察 派一个观察团过去 有一个少将带队 带了几个上校的 这些参谋 看看他们整个的 这26个国家的环太平洋 最大的海上规模的军演 他的纸上作业 他的火力分配 还有他的 整个火力的部署是如何 我们要学一学 不然的话 我们闭门造居 我们海军战力是相当有限 可以利用这些时候 向美方表达 还有美方的这些军舰 竟然通过台湾海峡 还有巴士海峡 可不可以跟我们以前有些 我们所讲到的海上救难 或者是无线电视通 要这方面的互动 因为一向都没有 他过他的 他走他的 我们看我们的 我认为这样子的话 好像我们在这方面的 动作不积极 我们利用这时候 我们把这些清单 向美国做表达 告诉美国 我们有这一方面的合作 先有简单的 这个无线电的视通 以及这个 我们所讲的 甚至可以彼此的加油跟加水 这样子来互动 是不是有简单的开始 这样的话才比较具体 到此一游 到此一访问 那回来之后 没有这方面的 有那么好的平台 没有那么好的表述 所以我们来讲 我们是不是消极了一些 我认为更应该积极了一点 是 这 是 这 我认为更应该积极了一点 感谢观看